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场上 生意场上 观场上 生意场上 很多人会把人的仕途的成功与失败作为衡量人有能力没能力的说法 对吧 有钱的没钱的 当官的没官 不当官的 就这么去评判 而真正我们说在民间我们探讨的呢 我们会感觉到他的层面就更厚一些 有一些不一定在课堂上读过 有一些也不一定在你现实生活当中有 但是在整体民间的社会环境当中 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不同人 真正深刻的人对生命的理解 真正深刻的人 相当一部分人不抛头露面 因为他完全看明白了 他觉得就那么回事 无所谓 当他完全看明白的时候 他根本不在红尘中一定要如何或者不如何 我自己体会就是那么回事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 说佛家里常说因果报应 这是所有人都讲 大家所有人 很多人都在说这话 我自己的理解当中 其实又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因果报应 自己吃亏的 自己吃亏的 觉得怕别人说自己造报应 看见别人倒霉了 正好是自己的敌手 咬着后操牙说 该他造报应了 其实你想过没有 别人倒霉的时候 在你说该他遭报应的时候 你自己为你自己的后面遭到报应 埋下了一个因 任何一个结果都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 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就反过来又成为结果 他完全是封闭循环的 这种完全封闭循环的变成了人自身在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是冤家不惧头物 对不对 大家有缘分 说了半天是什么 就是因果果因 因果果因 互为因果 是我们肉眼看不着的 是明白的人 他能够不禁 或者说不使自己庆身于这世俗中的人 他懂得这前后的关系 凡是懂得这前后关系的人 很多人就会表现出 在外人 在普通人的眼睛里 说这个人很善良 这个人很照顾他人 这样的人 轻易不去评判 张三 李四 王五 河六 猴七 胡八的对错 不轻易对他人的事情打听 寻找 询问 占便宜了 吃亏了 傻帽了 贼奸了 他不做任何平板 换句话说 在他身上很少有是非 因为他懂得今天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发表了自己看法的时候 就是明天他有些麻烦的原因 这就是因果 而什么东西产生这样的作用呢 我们就提到轮回转世了 轮回转世 那这个人死了 又到另外一个孩子那儿出生了 那是什么出生了呢 其实是他的灵魂 如果他的魂来得高 生命的不同啊 这个肯定不在一个层面上 那灵魂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为什么有人叫天才 有朋友就说 昨天那天我说那个 生物学博士那个故事的时候 很多年轻的朋友 我个人挺感激的 我没想到 写反馈就提到这件事情 我就说 我那生物学博士的数量 肯定远远小于 人们相信自己的灵魂存在的人 这个人数肯定是不一样 对吧 人的灵魂如果存在的话 他的灵魂不是一个出处类 我们常被人间称为天才的人 很多都是远离学校的人 你现实的环境当中也这样 对不对 你现在是 Google的创始人 Microsoft的创始人 苹果的创始人 都是辍学者 对吧 达芬提 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 同时他是数学家 他小时候算不清数 你查查这些人很有趣的 在现实人的生活 他会遵循这个生活自然的一些规矩 得上学了 上幼儿园了 得这个了 得那 他遵循这个规矩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个具体的人 却表现出他自己的兴奋点不同 他的兴奋点本身 在他的生命过程中 在某被某些事情 某些具体的事情 或者他个人的行为 在这种积累之下 一下给打开了 就像米开朗基罗 看那个原先那个人 早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 另外一个雕塑家 雕塑的大卫 真跟黄之锋似的 长得又瘦又小 他看那个大卫 看了多少年 起悟了他对雕塑的理解 结果他雕刻出来的大卫 跟那个大卫两码事 他不是重复着前人的功绩 不是重复着前人的 什么一这个那的 没有 他只是靠其他人 前人的在同一领域当中的 积累出来的成就 把他头脑当中 灵魂当中的内存的东西 激发出来 就行了 这叫天才 但他需要不需要一些基本功夫呢 他需要 尊重现实人的生活 尊重现实人的规矩 他需要尊重这样 他也得画素描 也得这个也得那个 但是呢 一般的人画素描画十年 他画素描画十个月就行了 你十年 你十年赶不上他十个月 他需要这个过程 启发他 启发他生命本来的东西 大家想过吗 我们灵魂的本身 我们灵魂的本身也是因果而来 因为他有使命 所以他来到人间 脱生到人 脱生到佛罗伦萨 遇到了那个那些艺术家 他透过这个方式 把他启发出来 目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他创造一份辉煌 对吧 是这个目的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节 这三个人 他的表现手法 他们的长处迥然都不同 但是呢 被后人称为三节 称为天才 那换个角度来讲 人与人之间平面上说 谁倒霉 谁占便宜的 互为因果的话 那你想过 如果有灵魂 有这个轮回转世存在的话 那生命的立体之间 难道没有相互关系吗 猪八戒 跟嫦娥有那么一段说法 嘎给干下来 那不就上下立体的故事吗 有人说 你越灯越神 就弄着神话故事 你爹让你看神话故事 那你上学校宣传的 逼着你读的政治课 你脑袋疼 神话故事 你不脑袋疼 而逼你脑袋疼的 政治的课的内容 说 你自己愿意看的神话故事的内容是假的 人的正好是反的 对吧 政治课不愿意上 可是在讲的政治课里面说的是什么 辩证唯物论 方法论 世界观 人是至高无上 而你平常看的小说 西游记 风神榜 看这些 什么三峡武艺 看这些东西 看着有来有 有自有味的 好看 然后好看的东西 被你不好看的东西说 那是迷信 然后你竟然信 那是你喜欢的东西是迷信 你天性的东西是迷信 这不就是反的吗 所以互为因果的概念 它就会造成人如何看待生命 当人对生命看得更加立体的时候 他就懂得珍惜了 一个人逃越了人本身的层面的限制 他可以立体的看到了更高的生命和更低的生命 鬼魔 如果人心往上去 顺着人性的一面往上去 就是慈悲了 当走到一定程度 就是慈悲了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说我师父讲过一个 讲那么一个字 就讲到悲 有心不是悲 无非是人心 对我触动非常大 因为把这个字解释 在我的理解当中 就太完美了 超越人就有慈悲 当你珍惜生命的时候 而因果关系 从上到下 同样有着原因和结果 互为因果 才造成了我们今天 现世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一份繁荣 而民间有高人 就是当人 他有能力看明白这样上下因果的时候 他对很多事情一目了然 今天早上看见一个朋友 写了个短文 直接抨击 中共的爱国主义 和媒体上的宣传 针对现在香港的事 我看过之后 我真的跟你讲 拍手叫绝 咱看他怎么说的 这是个在Google Plus上贴的一个贴子 这是个贴子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人写的很厉害了 表哥 大表哥 大表哥到香港旅游 顺道跑中环买了一个iPhone 6 然后就跟服务员聊上天了 这是是真的是假 咱放一遍 咱关键看他说什么 大陆去的表哥了 那自然有大陆的大表哥的想法 大表哥说了 香港人在英国人统治时不争取民主 现在却争取民主 那现在香港不是比以前更民主了吗 还争什么 这个问题很多人说 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说 这售后员说的挺高 就说非常实在 他说时代会进步的吗 对不对 你不是跑这换iPhone 6了吗 对不对 难道你还用诺基亚吗 以前没有的东西不代表现在不可以有啊 哎 撂了底了吧 人没说原来有 人没说原来没有 说哥们你跑过来 跑这买iPhone 6 你干啥了你 我觉得这话答的太实在了 大表哥不服气 大表哥说了 这一定有外国势力干预香港 这这都是很多朋友们普遍的想法 被政治客宣传式的手法宣传的啊 售后员说香港是国际城市 啥势力都有 就像各国品牌手机一样 你买了iPhone 6 我这还有韩国的三星 还有ROG 还有日本的索尼 还有中国的小米和联想 重要的是要透过选举 五百万人投票 公平选出来 哪个最好 香港国是国际式城市 对不对 说北京发达了 人不也讲 北京已经成为了国际城市 对不对 那上海更发达了 那上海应该是 整个中国社会开放国际 开放世界的一个大的窗口 代表着党和国家的领导的伟大 那百川 所有的人都得到我上海来 你不是也那么阿白吗 那什么叫外国势力啊 什么叫外国势力啊 我觉得这个民间又高人 表哥不服气 接着说 人大不是已经通过了吗 透过一千二百人的提名委员会 提名两到三个特首候选人 那要五百万人投票干什么 还抄抄什么 你们瞎抄抄 社会员说了 说大表哥你买的是iPhone6 对吧 他说如果我选出了小米 选出了联想 选出诺基亚三部手机 你只能买其中的一部手机 你感觉怎么样啊 提名委员会是少数人选出来的 受操纵下 只能提名一类人 消费者需要真正的选择 而不是从少数的牌子中选 爱国主义啊 对不对 诺基亚已经回家玩勺子瓣去了 歇菜了 小米跟联想是伟大的党国的产品 你大表哥跑到香港来 非要买美帝国主义的iPhone6 你本身就是卖国贼 汉奸 汉奸啊 那大表哥呢 听着就不高兴了 所以大表哥又拿出一个传统的说法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这里应该就没有党的支持了 香港怎么会有这么繁荣呢 社会员挺狠的 iPhone6虽然是由大陆做的 但技术是美国的 才能做的这么好的手机 虽然中国提供了资源给了香港 但也要靠英国人的管制和制度 才有今天的繁荣 很多人不爱听 一定不爱听 对吧 就还是那句话 英国那是殖民 都没有主权 都没从这站起来 你们这不是汉奸吗 他尊重人 对吧 有期节目也跟大家讲了 民主不民主 他是对着独裁而言的 没有独裁 没人说民主 没有共产党 也没人说民主 这就是当初 为什么香港人根本不管你民主不民主 他赚钱吃饭就行了 他拿着护照好使就完了 对吧 你说过最通俗的道理 这个胡同 这个社区里面胡同里面 北京胡同住的 这胡同里面的黑老大 把邻居的女儿强奸 女孩强奸了 就因为看着他漂亮 想要他 女孩不干反抗了 周围的人不干了 说你得让老大舒服了 你忍一忍 这事就过去了 你要反抗了 我们这条胡同就缺少了稳定和安全 因为他会把整个胡同都给弄了 对不对 今天就你一人倒霉 没事啊 如果他要急了的话 你这胡同的女孩就都倒霉了 他要都给干了 怎么办啊 就是今天的大陆人的心态 相当一部分大陆人的心态 你不爱听 女孩的反抗 既为她的尊严 也为你家的老婆的尊严 大表哥受过刺激之后 大表哥接着讲 香港人自以为有优越感 看不起大陆人 我相信这个 有很多人这么说了 这社会员挺狠 他说这和你用 你现在用的一个诺基亚手机 你看到别人用iPhone6一样 你可能觉得别人自以为有这种优越感 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你自卑 什么叫土豪 土豪者相当一部分人 是试图用外在的强悍 嫖客心里 战胜内心的自卑的软弱的心态 相当一部分 不是一个两个 越嗷嗷叫 其实内心中越自卑 他要用外在彰显的一切 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 其实别人连看都没看 连理都没理 因为在别人的眼睛里 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没关系 扭曲的人性 表现出来的一个真实的一面 汉人有笑人无 在人与人之间 在相互生活滚打在一起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就像 就像埃卜拉一样传染到整个的氛围 但正常的社会环境当中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大家不搭嘎的 那大表哥就玩狠的了 最后问了一句话了 香港叫自己是香港人 不叫自己是中国人 你背叛诅咒 社会员说的警觉 这和你告诉别人 用的是iPhone6 而不是用的 中国富士康生产的手机的道理是一样的 iPhone6是在富士康生产 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 可是买iPhone6的人都说 这是美国的手机iPhone6 苹果的手机iPhone6 不会说这是中国制造的 富士康制造的东西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我说这意思 其实不是认祖宗 很多大陆人这么骂 你刚过完十一 过十一的时候是伟大的祖国 六十五周年 不认祖宗的就是这些庆祝国庆的人 你爹66岁 你妈67岁 都不是中国人落生的 你现在说的中国就是中共的党国 对不 你刚过完十一了 大家去骂 骂别人骂的有来到去的 自己把自己的亲爹亲妈骂了 你过的是六十五周年国庆 你们国家才六十五周年国庆 这么说的 祖宗 什么叫祖宗啊 所以扭曲的心理 非常浅薄的爱国主义的心情 被人算了 被人玩了 被人耍了 原来说那流氓啊 就是我们原来在北京做生意 说流氓是说什么 吃大姐 喝大姐 玩大姐 出了事甩大姐 就是中国共产党 现在弄的这一套 对吧 你刚过完国庆 六十五周年 亲爹亲妈 六十六六十七的时候 亲爹亲妈 都不是这国家出生的 然后说 然后反过来 他骂别人 说不认祖宗 出卖祖宗呢 是中国共产党 刚出卖完 因为他六十五岁 你怎么解答我这问题 别糟蹋自己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我们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奴隶 我们是人 不是畜生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